也是焦点人物 王健民让大家等了好久 在等了一年多之后呢 这个记者球赛六年半之后 终于拿下了首胜 当然最高兴的是他的老爸爸 画面中我们看到了 他的爸爸呢很急 到关庙山西宫求了一支签 巧的是签诗是六十一首 王爸爸认为 这跟王健民呢六年败之后 取得第一胜不谋而合 而这个庙方也表示 神明暗示 王健民今后渐入佳境 为了帮王健民求的一胜 王健民的父亲在四月二十一号 到关圣帝君庙诚行参拜 同时也求得一支中平签诗 意思是指王健民状况不好 只是暂时的将会渐入佳境 事隔两个多月 王健民果然取得胜头 第一句就是标准说 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好 也要配合天使地理人士 当时王健民的父亲 求得的是第六十一首的签诗 巧合的是王健民在六年败后 取得首胜 如同签诗上所言渐入佳境 不管是巧合还是真的是神明 在冥冥之中有保佑 王健民获得首胜 举国欢腾 全国人民都在期盼 健在的表现越来越好 中心喜欢赖冠张网约方 泰南报道